一般來說,這個頑香玉 那麼他通常要稍微注意到 就是說,在這個 他通常在我們所看到 他的開花跟不開花這個項目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第一,他的這個營養生長 跟生存生長這部分的這個問題就是 是說你讓他想過頭 坐這個蟲子 他發到很大的 這種的通常 他就沒辦法 來解他,就很難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是用 這個囚精,一種 分球,這種來 繁殖,所以 他的囚子,如果是比較大 當然如果是還沒開花 這種的,譬如說 這個部長有時候可以生 生很多顆 他這個囚子,你在種的時候 你要把他分開 比較大顆的 他就種這個會比較小顆的 你把他分開 因為這個管理不一樣 他比較小顆的 他在開花就會比較慢 他比較大顆的 他就比較容易 要把他分開 所以這可能在這方面 你要稍微把他分開 所以目前給他看起來 你要說 他比較不會開花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所了解到的 這個囚子 這應該是 含這個營養上的 這個管理 有很大的 這個管理 所以你這個稍微 稍微 陷一點點水 其實這個 萬象玉 他不可以 譬如說 你如果是長 不要讓他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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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盡量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已經有更多營養 這個提高 提高吃肥的 這個 這個用量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是不是可以 利用這個 稍微喝一點點的水 但是你看到 他如果有稍微在補肥 起來在抽肥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能喝水 這個 你不能喝到蝦子 有稍微夾 這種的 這樣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這通常就是說 從他在社長界的時候 那麼你頭上 讓他營養比較窮 沒有錯 但是呢 我們要他的肥 所以要稍微喝一下 要跟他喝肥的時候 最簡單 不是說肥不要太熱 有時候很難 我們可能很多 就是可以利用這個 把水粉稍微放那麼大 稍微 這通常 在這方面來說 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問題 在那裡 那麼所以在這裡 讓你稍微做一些參考 最主要 最主要 可能就是說 一定要注意 這個水粉的 這個慣例 那麼有的人 是說我給他 加更高 就是在這個 吃肥 還是去擲高齡吃 因為現在這個情形 你會可以 擲一些高齡 加速 因為你看起來是 這個營養生長 比較過於旺盛 所以說 作成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可能 在這個 稍微喝一點點水 先煮 這個荷林嘎 如果有水 把它放更乾 如果你看到 他肥膏 起來 肥膏有在營養 如果你開始 在水 就要他再對 但是 他肥膏在營養 的時候 水跟肥 要有東西 就是說 水要有 肥 也要對 讓他吃 這樣起來 他要放大肥膏 那肥膏 因為我們要是 他的肥膏 他起來 會比較大肥膏 所以這個 通常是有 一種的 這個情形 一般來說 種這個 原相遺 這如果是 摘背後 他會變成這樣 整毛 他會很大肚 所以他會把它背開 他種過 那些 有的另外 又小顆的另外 可以幫他 這個背用 但是 如果我們 把他分分 好洗 這種大肥膏 你可以幫他 把他分分 好洗 通常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 種了好的 這個原相遺 一年通常 可以 挑兩遍 那麼 他只要 不會落散的 這個地方 他都可以來摘 一般通常是比較怕熱 就是說 大熱的時候 問題比較多 他倒是 也好 還好 所以 從這方面來說 你的管理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給他 注意一下下 那麼 以前 這種 這個 原相遺 在 正經 創下 這種 拍賣的 高價 這1公斤 曾經 拍到2,000多塊 這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我們也不知道 這2,000多塊 這不知道要怎麼吃 現在呢 最燙的時候 燙到50塊 這個也是很可怕 就是說 這種東西 其實你哪有吃過一次呢 就會很難忘記它 就是說 那個口感 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是相當的 這個 雄東 這個東西 這個大概是很不錯 台灣 在我讀台學的時候 在我讀台學的時候 咖哩這家 咖哩水上 那個 交界的那個地方 那裡 就在種 晚香芋 包括 像 那個地方 還有一個 就是 這個 在 我們 那裡 有些人在種 那麼 後來 在 大概在 2000年 公安2000年 你做的那個時候 大概在那個前後 那麼 那個時候 在這個 貨櫃 貨櫃這家家 他也 那時候也有 那時候也有 那時候有一個 國家隊 有一個 花費 這個國家隊 那時候也有 那時候也有 後來 做 這個 正經 這個紀錄是 2013年 2013年的時候 一公斤兩千倍 大家聽到這個 驚死 那現在呢 這個 打賣 也是 因為這種東西 很多人 不會吃 那我就覺得 比較可惜 就是說 這個東西 確實 是 還 還蠻老實的 簡單說 是這樣 那麼 這個部分 當然是 可以 好好的去利用它 相信 這個部分 其實未來還是 很有 這個 很有這個機會 很有這個機會 那麼 這種的 這個財皮 其實不是很難 說真的 那麼 這個東西 不是說很困難 但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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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是 這個 以前是一個 高不可攀的 這個座入 現在已經是 飛入尋常百姓家 有的人說 它叫做 這個法國野蘆筍 有一個名字 叫做法國野蘆筍 但是 它就是晚鄉育的 這個花梗 那它吃起來 沒有輸入蘆筍 這種的 它的 這個 口感 這個 曾經 曾經 這個 高雄 參理學 參理大學 高山大 他們有去 幫它 用這個 舉考 那麼 像在做蘆筍的 這個方式 我個人是因為 炒這個 鹹豬肉最好吃 台灣人 大概就是 這個我個人認為 我吃過 我覺得最好吃 我自己拿來炒 因為他自己 沒什麼很 他的味道很清爽 所以你要是 染一些比較重口味 比如說 港 廣市臘腸 這種的 廣東的 這種的 臘腸 但是廣市臘腸 其實吃不出 它的那個 我是覺得 我們台式鹹豬肉 染這個 下去炒 應該是 味道就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個人 所以 希望說 如果有機會 也真的 它是可以變成一個 這種普羅大眾的 這個 這個 普羅大眾的 這個 這種 這個 效果 普羅大眾的 這個 這種素材 這個其實 也很不錯 好 這個 是 給你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在管理上 稍微注意一下 這好像 長得太漂亮了 嗯 扔你 那